巴黎东窗千万甩卖中场大将,拒绝让巴萨免签,且坚决不放内玛尔。 巴黎队内的法国中场拉比奥一直都没有和球队续约,眼看冬季转会窗口即将开启,巴黎也开始着急了,因为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,球员合同还剩下半年的情况下,就可以和本联赛以外的其他球队商讨与备合同, 而西甲豪门巴萨一直盯着拉比奥,希望可以免签拉比奥,不过,巴萨希望免签拉比奥的梦想,可能要破碎了。 近日巴黎人报和美日体预报表示,巴黎不会坐视巴萨免签拉比奥,他们准备在冬季转会窗口以一千万的价格率卖拉比奥,届时肯定会有不少球队追逐这位法国中场,到时候就看拉比奥想要去哪里了。 而且这种情况下巴萨的竞争对手多了,巴黎可能还能多捞点转会费,同时巴萨想要得到拉比奥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,巴黎不仅不免费放走拉比奥,还不准备放走内玛尔。 近期关于巴萨希望带回内玛尔的消息一直传得沸沸扬扬,甚至不少媒体表示,目前正在接受欧族联调查的巴黎一旦被处罚,将会被迫出售内玛尔。 而巴萨则希望用灯被来加6000万欧元带回内玛尔,不过巴黎肯定不会让巴萨如意。 近日,西班牙加泰电台表示,巴黎方面已经明确地告知巴萨和黄马,球队不会出售内玛尔,无论球队发生任何情况。 而这似乎也宣布巴萨想要挖角巴黎失败,毕竟巴黎也不缺钱,即便受到处罚,大不了卖掉卡瓦尼等几名球员,留下内玛尔对巴黎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此前因为维拉蒂和内玛尔的事情,巴萨和巴黎就发生了矛盾,而现在出现这种事情,不知道双方的矛盾是不是会进一步加深呢? 不过对于两队来说似乎也无所谓了。 反正矛盾已经很大了,也不在乎再多点矛盾。